嗨,我是路人 之前跟大家分享在替代役时期遇到的超级暖心人 后来有人敲碗想知道我替代役时期的故事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我在替代役新讯时 发生的纯事 新讯 还记得那时 抽到替代以后 想在服役前先去日本旅游 毕竟接下来的一年都不能出国 不过又怕出国到一半 通知要去当兵那就惨了 于是我就打去议政署询问 啊,那个,不好意思 想请问一下 我的兵单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哦,哦,目前都已经排满了 你可能要排到下个月或下下个月了 哦,对,谢谢 太棒了 于是我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订了机票,饭店跟行程 在出发前的一个礼拜 喂 阿嬷说收到你的兵单了 下礼拜要进去 无言输饼 我们只好把机票,饭店,行程 全部退一退 带着悲伤的心情进去了 新讯当天 新讯当天 踢了个大光头进了城宫里 很多人都有遇到认识的 大家都在聊天 好笑吗? 分队长一讲话 大家瞬间安静 气氛顿时变得严肃 现在开始进行 违禁品检查 包包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放在地上 有带违禁品的 自己放在地上 不要被我填插到 可怕可怕好可怕 当我走到你面前时 把口袋翻出来给我看 口...口袋 我要死定了 因为我有过敏的关系 所以我很常醒鼻涕 如果没有垃圾头 我就只好先放口袋 竟然前我在游览车上醒了鼻涕 因为行程很赶 根本没时间丢 卫生纸全部塞口袋 我死定了 口袋拉出来给我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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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全部拉出来 我的鸡蛋医生纹就结束了 只拉一点是怎样 狗且啊 屈 我一拉出来 掉出一大堆卫生纸 超级丢脸 我感受到我隔壁憋笑 憋到快死掉 然后我跟分队长对视 我再替他医生纳结束 没有力o我这么要啊 不要再跑 新训期间 每天早上6点 都要跑3000公尺 如果缺席 会扣分 分数会影响到新训假日 和最后一天 是否能够提早出去 因为我很想提早出去 所以我每天一定都跑 但是 我的脚趾特别长 是那种穿拖鞋明明是自己的size 但是脚趾会露出来的脚型 所以我都只穿几个品牌的鞋子 脚踩会比较舒服 但在兴训期间 要穿里面的鞋子 我没想那么多 就选我平常的size 结果 跑没几天发现 哥 鞋头太短了 我脚趾顶到 不太舒服 但是也来不及换 要兴训完才能换 想说也没几天 就将就用 结果有一天晚上剪指甲时发现 靠北那脚指甲全部变黑色 好像是因为都一直压着 所以就乌气 但是也不会痛 前到一半 奔队长走过来 嗯 嗯 嗯 诶 靠北 你的脚趾怎么了 哦 因为我脚趾太长 鞋子太小 跑步就变这样子了 很痛吗 呃 呃 呃 你要不要去 呃 呃 不会耶 你不要跑了 我拜托你不要跑了 呃 快跑嚇死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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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缺席 我想加点吃气 我拜托 我不知道你缺席 你不要跑了 你就是特殊情况啊 诶 诶 诶 会不会我吓死 你现在是几号 我都可以你穿了 12号 但是我好像要穿到13号 你脚也太大了 我才9号 帮你问问看 又不舒服要讲啊 别吓人啊 那天分队长差点被我吓死 仰卧起座 有一天宣布要测仰卧起座 之后要列入成绩 成绩在选单位时会用到 因为有点久没运动 所以我有点担心 另外两个同学也有点担心 于是 考试前一天 我们就跑到中庭练仰卧起座 分队长陪我们练 来 3 2 1 开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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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1分钟50几下 OK的 后来分队长就离开了 我们想说既然都及格了 看能不能破记录 我们就继续做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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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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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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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原來是延遲性肌肉酸痛 它不會在你運動後馬上發呈 通常是運動結束後 24到48小時這個區間內 因為你的肌肉裡有非常細微的損傷 然後又是很久迷運動 突然運動 隔天就會痛得靠背 最後 我們三人以一分鐘十幾下的成績結束 史上最低分 以上 這是我新訓時期發生的幾樣小蠢事 你們對這個系列會有興趣嗎 如果你們有興趣 下次我再分享其他有趣的事 你們新訓時有遇到什麼奇葩事件嗎 快 快留言與我分享吧 如果喜歡我分享奇人意識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奇人意識故事 我們下次見 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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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讚